科技新闻线让你的3C生活不断电 大家晚安 我是杨一梅 今天我们的科技新闻线要讨论的议题要多元化 包括了您现在使用的桌机 桌机系统软体是不是还是擦拼呢 这个和台湾人一路走了十几年了 如今走入历史了你敢玩放手吗 那又还包括了如果说现在大老婆跟小三之间的攻防站 或者是你要防范自己的社会人生的安全 我们要告诉你来当名侦探柯南 你也可以做得到 而今天参与我们的与会来宾 包括了三立的资深研究员谢培瑜 培瑜哥你好 音美晚安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 再来是我们帅气 英气逼人 我们的阿汤就是交部罗站长阿汤 阿汤哥你好 大家好 我是阿汤 好 那现在去问一下 我刚刚讲到的这个作业系统的部分 阿汤你自己本身就是科技达人 那你的这个作业系统是用哪一款呢 目前是用Win8 为什么 因为它是最新的 最新的就比较好 我们要去追那个资讯 那你觉得Win8比起来 再跟Win7比起来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Win8它使用度并没有这么高 那培瑜自己呢 目前还是用XP比较多 你看对不对 就还是用XP 因此我们待会也会聊到 为什么XP它这么的吸引人呢 但是在之前我们先来看看 市场上又有消息传出来了 现在说呢要买苹果先等一等哦 马上在6月份的时候心机起发 而且这一次哦 包括了概念股红海的话 投资朋友也要注意了 但是我们看到谣言四起哦 首先第一个谣言就说啦 你看到这个颜色这么的鲜艳呢 它的上下端都有不同的鲜艳的配色 看起来很可口哦 另外呢还包括了一个传言 尺寸也有多种选择了 假设第一个跟现在一样维持四寸 还有呢跟着其他手机哦 变成更大的4.5或者是5寸 甚至呢还有低价手机 可能荧幕还会再往下降 不过呢这个说法来自于呢 CNet这个网站 不过一切都是假设哦 阿汤你觉得这干五抠零 颜色的话有没有可能 尺寸的话有没有可能 以目前来讲的话 颜色因为像我们看到iPad Touch 在上一代已经推出多种颜色 如果iPhone的话 这次在推出多种颜色的话 可能就达到自己的产品线 那像以尺寸来讲的话 因为目前开发者 已经针对iPhone5这个4寸的部分 去重新开发这些解析度 那目前也看到很多iPhone5的App 其实都还没有支援到 那解析度都还没有开发完成 如果它这次在放大尺寸 或是缩小尺寸 做其他尺寸的话 会严重影响到这个开发者的部分 就比较困扰 等于说APP这个部分对不对 所以说呢颜色啦还有尺寸 恐怕都不是在5S 这个产品线就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呢说起来 大家也会很好奇啦 我们来看看红海 红海呢在三月份的营收了 培余老师我们就可以站出来来讲一下 透过三月份的营收来看看 是不是对红海 或是他们整个集团有所利多 我们来看一下红海的这个股价 你就发现说 红海在上个月 这个三月份的这个营收呢 月增的这个部分 都是超过10个percent 尤其是震达超过44% 当然这个是因为 二月份工作天数比较少 因为我们在放春节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的这个三月份 月增本来就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什么 就是年增的这个部分 你看红海 叫去年衰退两成 那红准的部分是 因为是做这个iPhone的这个 饥渴的部分 它也是衰退了25% 只有震威的这个部分呢 是因为去年这个出了 所谓这个iPhone 5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因为它这个有换所谓的 这个pin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的这个营收 年增的部分也看起来不错 反而被大家骂到死了 那个30pin 拿换成5pin 反而是对震威 是有这个有效益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红海在第一季的这个营收的部分 也是缴出衰退19% 所以目前看起来 大家都会觉得说 在今天的这个股价上 好像有点利空不跌的感觉 但是我们直接来看这个K线的部分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红海的这个股价的部分呢 其实它还是一个下降趋势 没有改变的一个状况 甚至在这几天 它都还有一个破底 破前低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目前看起来 红海真的投资朋友 你要去做一个这个 承接的动作的话 我相信啦 如果说在这个6月份 真的新机真的发表了 因为大家传言说 6月真的所有的新机都会发表 这个状况之下 确定了之后 投资朋友再去做一个这个承接 其实会是比较好的 会是比较好 至少不会再一路往下跌 但是来看到包括其他的概念股 像红准的部分也是一样 你看到就是外资的部分 目前还是持续做一个 这个卖超的一个动作 你还没有看到 这个投资朋友 你还没有看到外资 他在停止卖超 像红海啦 红准啦 正位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正位 也是一样 都是持续做一个卖超的动作 你再看外资 还没有这个停止卖超 这三档个股之前 其实投资朋友 你还是先听 听 看 听 那真的等到 苹果他有要公布 所谓的这个新机的 这个相关讯息 更明确了之后 投资朋友再做一个进场 我觉得是比较恰当的 但是进场时期 有什么时候抓得好呢 谢腿宇 有时候就怕 这个法人的买卖 买卖卖账的时候 不看好之下 消息丰盛一出来 大家可能机子也买不到 股票好股票也买不到了 好 但是不要忘记了 之前前不久才跟各位报告过 网络上传说 Nokia出了950 造型方正 形象不太一样 现效一出来 果然Lumia的950 是个拔蜡票 因为现在曝光的 其实是928这个机型 好 我们在看规格之前 先来看看 有人像在外资高生认为说 可能会受坏的就是华宝这个厂商 但是先来看看 我们都晓得说 这一次都是跟着 Window Phone App来走 所以说这一次 整个layout也是一样 但特别的 它是和美国电信的 Varion 这个Varion 电信业者来合作的 我们看一下 4.5寸的触控面板 解析度 还有支持的 一次支援 也是4G LTE 阿藤哥我们看一下 差不多都算是市场上 比较算是顶尖的 这个旗舰机种 规格有没有比920来得更好 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你一语道破差不多 但是有人会问说 它的这个 700 870万画素这个相机 好像没有到1300吗 它这样子也是Proveview 到底它的相机好在哪里呢 其实这是 我觉得现在相机的话 并不是用画素来决定 因为还是要看感光元件 可是像这支928 它比较主要主打是因为 那个仙气闪光灯的关系 可是仙气灯不是那种 我们看到车子那种才有仙气灯吗 它用在照相的原理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亮度会比较够 一般我们补光的话 照出来的话就算我们去补光 但是还是亮度都非常的暗 是 对 那像这个仙气闪光灯的话 补起来的话亮度就非常的够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知道说 Nokia它在加入了微软阵营 来载用这样的这个系统之后呢 思想上都是说啦 它的这个卖卖的这个销售量 是会因此拉伸的 它你自己就这个科技部落客达人来讲 你觉得这一支喔 它有办法延续这股气势 会再把它拉抬上来吗 简单来讲 原本上的话 原则上它原本可能会拉伸 可是因为像微软现在又在开发Winfoam 9 嗯 对那有可能就是又有一些升级上的问题 那大家就又开始在等待 是不是要等新的系统出来 我们再去买这样 是 所以说基本上你就是给它一个 先是一个叉叉了这样子 好 不过呢 裴宇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阿唐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嘛 好像是不太看好 不过呢 我们来看到 如果就从股价上来讲的话 Nokia最近的表现如何 对 如果从股价上来看的话 其实就很像这个阿唐哥 刚才所讲的 其实市场会比较不看好 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WP8手机的这个部分 其实在市场的份额 其实是比较少的 所以它的这个APP开发上的这个部分 其实它开发的东西会比较少 所以资源比较少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股价 虽然说从去年年底曾经涨过一波 对 看起来涨得很高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Nokia手机好像真的卖得不错 好像市场接触率还蛮高的 而且起死回生 对 但是整个后面的获利 好像没有跟出来 而且后面的新机 好像也不是卖得那么好的一个状况 甚至说它还有另外一个 更强大的对手是谁 就是我们说的Sony的部分 Sony现在的Xperia 那一支三房的手机一出来了 马上就会感看到 它在目前Android手机里面 算是表现还蛮有起色的 对 而且它的成长率是最高的部分 而且它下个礼拜 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下个礼拜 它这个Xperia 这个L的这个部分 要开始做一个上市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看到 整个Android系统的部分 就以Sony的它的成长率越最高 而且最近因为日元持续的贬值 又有利多了 又有利多这个消息加持的状况之下 其实对于Sony来讲 它会是一个比较有利益 那Nokia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要持续的做观察说 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新机 WP8 或者说相关的Android手机 能不能持续做一个推出 当然就是一个重点 但是 但是看到像是 我们看到这个Nokia这个部分 它现在已经干掉了HTC了吗 基本上Nokia的部分 它要干掉HTC 还是有点小小困难 但是Sony的部分 确实是它的市占率 开始做一个这个加高的动作 所以Sony的部分 其实还是投资朋友 可以去做一个期待的一个动作 会不会有可能会挑战到 就是三星呢 其实三星当初也是这样做崛起的 就是说 其实三星当初在做手机的时候 大家也都不看好 但是默默的它就做到龙头的这个部分 市占率已经超过22% 那Sony这个地方 能不能借由这个日币贬值的一个 加持的状况之下 去追上所谓的这个三星 投资朋友就可以观察 等着瞧啦 对 那相关的这个概念股 当然今天有一档很特别的股票叫什么 叫做华宝 那华宝的这个部分 大家就传出说 这个WP8手机的这个下单 会下给所谓的华宝 但是今天涨停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就看 这个 我们都说所谓的华宝的股价 有可能都是这个要看所谓的高盛的脸色 为什么 我们帮大家做了这张字卡 你就会发现 华宝在前年的时候 2011年的时候 4月份 4月份的时候 高盛那个时候推出了一个报道 说这个华宝的这个投资品能从卖出 直接调升到买进 直接买进了 目标价50块 50块 30块 然后一路就涨 涨到这边 高盛继续跟你说 重申买进 而且目标价70块 所以就涨了一波 但是在这个地方 跟你说 这个降到中立的这个部分 目标价只有34块 这个时候多少 大概50块到60块中间 而这边也是一样 已经跌这么大一段 已经跌了这么大一段 投资朋友 已经跌了这么大一段的这个状况之下 他还跟你讲 持续的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甚至目标价 还给你看到24块 所以华宝的股价 就持续做一个低迷的动作 但是在这个地方 又从卖出调到买进 现在是买进 对 现在又重新跟你讲说 高盛跟你讲说 华宝这个地方 可以重新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真的能够激励华宝的股价 其实投资朋友 就可以做一个后市观察 高盛是不是真的有买进华宝 投资朋友就可以持续做观察 而且这次一买 又还买的目标价还蛮高的 会不会能够有一个激励的效果 还在看看 谢谢裴佳老师 但再来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也很多观察朋友 可能对您这一张 应该是一点都不陌生 桌上一打开来 这个蓝天绿地嘛 要告诉您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12年的传奇 XP的系统 你看 在一年 很多人夫妻结婚 走不过12年 12年下来 小孩子都变成了小学毕业了 现在XP要走入历史 而且不再支援了 就从明年的4月份开始 但是阿汤要问一下 丑仙来讲 冲击最大的会是哪些族群呢 主要是使用老电脑 跟像以台湾来讲是企业用户 小企业 还有像政府机关 对 因为他们有很多电脑 都因为成本的关系 所以都还没替换掉 可是呢 我们想说电脑比较老旧嘛 但像XP的话 它就是从明年开始 不再有更新了 不过很多人想啦 我其实现在我有这个XP 我也没有在做更新啊 所以它停止支援更新 会不会有造成实际上比较大的影响呢 原则上是不会 原则上是不会 对 因为蛮多人还是维持在 就是可能最初版 它并没有去做更新 对啊 很多人它可能就是 电脑它习惯就要用到底了嘛 但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 我们来透过这个 试战率 来看到 为什么这个XP 它的年夺度会这么高呢 你看 12年走过来了 现在它还有39% 而且你看W7呢 它现在是安装率啦 是45% 这个安装率 是不是你灌回去 又给它偷灌回来 灌回XP 还不知道咧 那现在呢 抢打的这个W8 目前是3.2% 看不到呢 XP的吊车尾 所以说 问一下 在XP这样子的系统来讲 它的特色 为什么让使用者 就是有这么的年夺性高 还是说它后来的 不管Vista 还是Windows 7 都没有办法去抢回 它们的市展群呢 使用习惯 使用习惯 对 因为像XP 我们以前在用 因为它时间非常的长 然后最后才转换到W7 那很多人 从XP换到W7的时候 它非常不习惯 一些不一样的界面 那就像7到8也是一样 多了一个桌面 就不太一样 是 所以那大家 就是现在卡在XP 它已经用习惯了 有很多人 也是从7再降回去的 就算它买了新电脑 它还是用XP 还是用XP 而且其实那有时候 那个习惯跳 一跳就跳太大了 是 对啊 那不过呢 现在来看看 我们要说到的是呢 微软现在又成为了 中国媒体的眼中钉了 上个礼拜才看到 苹果的库克亲自道歉了 为他们的这个傲慢的态度 还有呢 维修的这个瑕疵来道歉了 不过现在呢 他们又开始在骂 转到是微软了 那这款呢 SERVEST PRO呢 你竟然没有包覆 我们的三包的保固规范了 这三包呢 必须要包修 包吹包换 但是呢 他们这边只有 帮忙维修一年而已 这样的保固规范呢 现在有人就说了 微软是不是也要向 中国市场低头呢 我们先问一下两位来宾 觉得微软高层 应该也要出来道歉吗 我们可以举个赞须牌 看你赞不赞成 要道歉 你们怎么这么没有志气 原因是什么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巡视比人强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库克连这个 苹果的这个部分 当然以前 这个贾伯斯在世的时候 当然这个非常强硬 他是不管这个 其他这个用户的这个部分 但是库克一出来就说 那我们就是跟这个 中国的消费者说对不起 有感觉软多了 对 我们就这个 改变我们的这个 这个保固的这个 相关的规则 所以我相信这个 微软的部分一样 就是应该也是道歉 然后去改变 他的这个保固的规则 而且他还说 那个这个是沟通书问题 沟通书问题 可是呢 阿唐 以微软 他在台湾 跟他对中国来讲 我们的保固 这个有没有一些偏见 或是一些歧视呢 你觉得 其实也 应该没有偏见 没有歧视 他主要就是针对商业利益 对啊 而且特别微软 他为什么要道歉呢 他的一些产品 其实已经慢慢销售 没有那么好了 没有像大家想象那么好 那大家慢慢的 可能偏向苹果 偏向其他系统 那所以这时候微软 他就必须要顾好 中国那块市场 那需要去符合 他们的一些规范这样 所以说可能还是要 赶快来评起这场风波了 好 但是呢 现在来问一下 阿唐自己是骑车 还是走路 还是开车 自己呢 现在刚搬上台北来嘛 对不对 有车子哦 培余老师 自己有没有开车 其实也有 也是也有嘛 我还有两个都小资男 原来就只有我默默的 骑车自动机 但是告诉你啦 现在呢不管 说是开车骑车啦 手持的这个装置 都不能使用 但是走路总可以看了吧 但是偏偏走路又会迷路哦 天生就会迷路 要怎么办呢 现在有街景的导航系统咯 来看出来呢 现在这个街景导航呢 它有一个箭头哦 把实际的景观放在这里头 箭头我就可以看到呢 你要往哪里走 要转弯就转弯哦 怎么样摆都可以 要转弯了 赶快指示你转弯哦 这样子呢 真的是非常防呆的功能 而且还是由台湾的业者 开发出来的哦 但是呢 阿汤就问一下了 像这样子的 它叫做Work & Roll 这个Work & Roll的呢 这一款APP 它跟我们一般啊 我们知道比较有名的 像是导航王啦 PapaGo啦 那些比较大的 是做行车记录器出来的 这些导航的厂商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像这款APP的话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它因为结合那个街景视图 而且它是使用Google图字 然后再加上3D的那个地图 所以让我们可以 比较及时看到说 我现在的路面 跟我手机上秀出来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就可以更清楚地知道说 我要是不是在这边右转 对那如果你是像导航软体的话 我们就看不出来 嗯嗯嗯 因为导航软体现在目前 有做到街景的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透过这张手版 来比一比哦 目前来讲的话呢 这是一般的 跟Google Map的 还有这个Work & Roll 所以阿汤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般的话呢 一般的这个街景服务是 一般街景服务的话 像Google的话 就是可以直接看到 我们路上的所有的画面 那这个已经做好几年了 那像Work & Roll 它就是去结合这个部分 拿来做应用 所以它的优点是像 介面的话是非常好操作 而且导航非常的直觉 只要我看得到 那我就比对一下 我就知道我要往左或是往右 那像一般导航软体的话 它主要特色就是以语音为主 那如果 我们如果在交叠路面上的话 上下路面的时候 我们就不太清楚说 我们到底要往左边呢 或是继续下去 对 交流到的时候一些状况 高价俏 所以说刚看到一个重点 其实呢导航他们的这个APP呢 它毕竟它是给开车用的 语音的支援可能是比较重要 但是街景服务呢 就很适合 我每次经过这个地方 我都记 这里有家麦当劳 结果一蹲啊 我就迷路了 真的就很麻烦 所以有这样的街景APP呢 也是可以跟贵宾 做更好的定位服务 但现在哦 您除了手机之外 您生命有什么样的3C产品 可以做自保 或者是呢 可以去真房来做真信呢 想要变成民间的柯南 非常简单 稍后带您一起来变身